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相信大家之前都看過一些新聞就是芬蘭總理很喜歡玩 原來他還要捲入一些吸毒的醜聞 最終他證實自己沒有吸毒 但無法證實自己喜歡玩樂 我查一些資料顯示 原來芬蘭總理馬林跟黃之鋒是同一個水平 甚至他的水平比黃之鋒還要低 為什麽 稍後會和大家看看他到底有多低水平 甚至乎有些政客拿他的低水平來搞笑 開玩笑 但無論如何他坐到總理的位置 已經是成功的 最後最後一步 即使人們怎樣笑他也好 怎樣說他不行也好 其實 其實西美國家說他不行 他就不行了 不用理人 然後在這幾天他聲淚俱下 說他真的很喜歡玩和很需要玩 到底 他和黃之鋒有什麽共通點 稍後再跟大家詳細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真好 留言訂閱文傑紳士樂頻道 記得按鈴鐺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大家都知道芬蘭總理馬林在日前一些狂歡影片曝光 然後再曝光了很多不同的照片 例如北雅照等等 和一些和男性很親戚的照片等等 日前他就回應這件事件 聲淚俱下坎 淚 這樣就說自己 是很盡力地理行總理的職責 但同一時間 不好意思 他很需要玩樂 OK 沒問題 真是沒問題 只不過 你怎樣對國民你的事者 衛報報道說馬林出席執政黨 社民黨 會議時向全媒做一些講話 總之我2019年上任至到現在為止都沒有缺勤 會議都有出席 但其實 大家看看我們香港的反對派 他們出席會議的比例是很高 但他們做到事的比例是很低 出席會議和做到事其實是兩件事 希望大家專注一些政治人物的工作和成果 不要管他們空餘時間做些什麼 馬林就說 其實我很大壓力 我很想釋放一下 他就說他會在黑暗的時間 渴望著歡樂和歡樂 你不要管他 總之他喜歡玩就玩 對於外界的批評 總之我就不會辭職 我現在還是在學做總理 目前的工作我覺得做得不錯 一直都關心烏克蘭的情況 和大家的情況 你關注烏克蘭做什麼 你應該關注民生 你知不知道 他們負債是一萬億港幣 他們負債是一萬億港幣 但他做了什麼 他盡力把負債增加 加強 他被問到會不會改變自己的行為 他就說我真的喜歡玩 我真的需要玩 需要和喜歡是兩件事 喜歡可以不做 需要你是不能不做 他說他喜歡 他需要玩 他需要玩 然後他 會不會影響他的仕途 因為他憑著他的年輕 和他的魅力 他覺得 吸引了很多不同的 支持者 甚至乎他在27歲的時候 差不多九年前 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連續十小時 做一個辯論 高速輕軌列車提案的辯論 令芬蘭人覺得 很有活力 很厲害 可以辯駁十小時 你給我 我和你三天三天竊戰也沒問題 但問題是做不做事 把口移動 不能用手移動 他受的訓練是什麼訓練 辯駁的訓練 他就可以 幾天幾夜不停和你辯駁 沒意思 沒意思 你就可以看到他辯駁 但看不見他做事 玩東西看到 他一些形象工程是一些西美國家力捧他 幫他做這個形象工程 為何當時他和他老公在一個 公寓 很簡約公寓 然後用母語 威捕 女兒 然後再自拍 嘩 吸引了很多年輕人 年輕選民和男人 女性也吸引到 嘩 這樣才是很厲害 為什麼 那些女性就說 這是我們的權利 有什麼理由不讓人餵母語 又說這些是色情 然後年輕人就看著他 因為他都很年輕 很色情 然後 然後 那時候留言 你們可以翻習紀錄 然後 我想喝的是我 那 那些照片和建立的形象 就為他得到非常多的 選票 然後 在他自己的執政期間 他其實跟一般年輕人一樣 隨心所欲 不受驅促 2021年12月他去夜總會等等 又沒有帶手機 然後 不知道他不能去 因為他原來是一個緊密接觸者 差點成為播毒者等等 然後又在私人派對中喝酒 狂歡熱舞 甚至乎可能會吸毒 傳統上 其實人民都很希望自己的國家領導人 形象、言行舉止 不要那麼 瘋喪 可不可以 做事多一點 但是 他一上任之後他已經說了 他不打算成為一些政治機械人 他說他想做誠實的自己 所以他就現在 真的要做一個 誠實的自己 甚至乎誠實到 住了在他的總理官邸 都請朋友 回去 搞一些狂歡的 派對 有一些傳媒就以 世上最型的總理來形容他 有多型 型到我們看到他的背景 你就會知道其實他和黃之鋒 是 有些共同的 相同的地方 他曾經在網誌上分享過他自己的經歷 他說 他自己是一個貧窮的家庭出生 由於父親於酒 父母在他幾歲的時候離婚 他跟著母親就去生活 但有些日也沒有說出來 他15歲就去到麵包店打工 高中時期就是派報紙賺零用錢 畢業之後 他做收銀員 旁邊的國家 Extunia 愛沙尼亞的高官曾經形容 他就說 一個銷售 做總理 你的國家好運 也知道 他其實這個馬林 他媽媽 在婚姻失敗後 跟他的女性伴侶 組織家庭 他小時候 因為他媽媽跟他的女性伴侶 基本上沒有生育 他有沒有得到一些愛 沒有 他感覺自己是個隱形人 在家庭裏面 其實是可有可無 不過他媽媽就很支持他 讓他去做一些 任好自己想做的事 支持他還是放任他 其實 有很多東西都可以 用文字來修飾 然後他 他 2018年跟他老公 生了一個女兒 當時是男朋友 因為奉子而成婚 2020年就步入了一個教堂 然後2020年他已經是總理 他身穿著Dip V的套裝 拍攝一些時裝雜誌的封面 也挺破格 也挺跳脫的 他跟黃之鋒有什麼相似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學歷和本領 原來也不高 這個叫馬林 其實他在2019年6月份 做過 芬蘭通訊部 部長 然後他要選總理 他真的選到總理 2019年12月10日就做到總理 當時是世界上最年輕的總理 同時也是芬蘭最年輕的總理 他年紀很小 1985年出生 1985年年尾出生 他在2004年 他就在一個叫做High School畢業 不是那麼好的High School 然後他就在2006年加入了芬蘭的一個 叫做社會民主黨 簡稱社民黨 為什麼加入呢 因為他發現 High School畢業之後 做不到什麼工作 學習又不行 讀書又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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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 看看能不能靠自己的美式 靠自己的年輕形象 去吃一些政治飯 好似的 黃之鋒聰一點 他未畢業 已經自己做了一些 不是他自己 可能有人推他出去 做了一些學民的東西 然後再做一些反對派的 叫做香港中賤的東西 中賤的東西 其實好似的 好似的 因為他們 其實都知道 不作業之後 他們不吃這些政治飯 沒有這樣的能力 你說他們沒有一技之腸 沒有 真的沒有 然後他加入了社民黨 之後 就做收銀員 然後 在2008年的時候 就選一個市議會的議員 然後2009年的時候就做了 後補的委員 即是 市政府的後補委員 2010年 他就做了社民黨 社會民主黨 青年第一副主席 青年第一副主席 然後 2012年 厲害了 他那一年 終於 拿到一個大學行政學士的學位 同一時間 他就做了一個 市議會的議員 然後 2013至2017年 他就做了 市議會的 主席 2017年 他就做了一些 理事會的成員 即是有些俱訓的理事會的成員 然後2014年 他成為了社會民主黨的第2副主席 多厲害 然後就繼續做芬蘭的議會議員 2019年 即是4年之後 他再做了 這個 芬蘭的 運輸 通訊部的部長 然後2019年選總力 又選中了 所以他的仕途是非常順暢 但是你說他的學識 你說他的學歷 你說他的學歷 你說他的能力 其實可能還差過黃之鋒 為什麼 我們看看他的大學 坦佩雷大學 這個坦佩雷大學 厲害了 他在2012年就在這間坦佩雷大學 拿到一個行政學士的學位 但這個坦佩雷大學 是2019年才 成立的大學 啊 啊 是 是 他2012年已經畢業 但是2019年這間大學才成立 那之前是什麼 他就是 2017年的時候 成立了一個 坦佩雷高校基金 就把原先的一些 學院各方面的東西 合併在一起 所以 所以先前 其實他 可不可以算一間大學 我 呃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可以看看黃之鋒 黃之鋒一樣 因為大家知道他讀寫是有些障礙的嘛 所以可能就是 我不知道父母安排還是父母知道這件事 或者他知道這件事 他的能力也不高 所以 他在14歲的時候 已經 創立了一個學民思潮 組織反政府活動 然後 再搞一個 時代革命 被西美國家推上了 時代雜誌 那時候是雨傘革命 被西美國家推上時代雜誌 成為了 全球25個最具影響力的少年 跟這個環保少女 其實 是在一起的 同一時間 其實那時候 這個 馬林 我沒有記錯他也是上過 這個時代雜誌 所以他們是 同出一次 在西美勢力 或者是某部分美國勢力 推出來 的同一批人 然後 2018年的時候 他還勁過這個 被人推了 獲得諾貝爾的和平獎 同一時間 他就開始 中學畢業 中學畢業後 他就 搞政治 然後就讀了 一個 公開大學 而這個公開大學 被他讀完之後 就藍改名 改做都會大學 不過 這間都會大學 其實他裏面 的事情可能我都要找一集 跟大家說說 關於同性戀的事情 他的 老爸 就是反同性戀組織 性傾向條例關注的召集人 所以 其實他們有很多的相同地方 第一就是他們知道他們能力不足 所以就跳去政界 第二就是讀了一些 某些的大學 用他們的方法總之入讀到 然後畢業到 拿了一些門檻 跟著就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跟西方合作 打造他的形象工程 然後 有些不同的地方就是 馬林成功了 成功了 做了總理 但黃之鋒就做了 街下籌 所以有時候 你聽西美國家的實力的時候 成功了 你現在一仗功成萬骨枯 但是 你那些 市民就慘了 100元也買不到四隻冬菇 我真是陰功了 就是無法開 他們的負債是達到萬億港元 怎麼搞 死定了 失敗的就像黃之鋒一樣 被人利用完之後 用完即是 這一生 前途就 沒有了 沒有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明傑聽 你怎麼看電視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正好留言訂閱明傑紳士導頻道 記得按鈴鐺小鈴鐺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